! ! 這個是南西成品買的 本來的穿搭呢 是這邊它有一個綁帶 可以綁起來 就是你會有腰身 這也是我工作的時候很喜歡穿的 因為它真的一點負擔都沒有 然後是那種絲紙的 很舒服 看這個我初期我真的很喜歡很喜歡穿它 怎麼講很舒服 很合我的身型啦 應該這樣講 我到後期就比較少穿了 因為它是那種是沒有彈性的材質 所以我沒有給它很高的期望說我可以懷孕的時候穿多久 但是一直到現在你看肚子很大的時候 它的版型是還是可以穿的 那我選擇比較少穿是因為我胸部這邊其實變蠻緊的 我會覺得有點憋 所以到最後真的是靠這種散衝的洋裝在穿的 那像這種的我就一定會憋這個世代了 因為這個真的是太空了 因為我其實戴項鍊很容易過敏 我懷孕的時候我這邊皮膚過敏的很嚴重 我這邊都有色差 我有點泛紅 然後它一直延伸到胸口這邊 所以我在懷孕的時候 我就會經常避免戴首飾類的東西 那絲質類的呢 它就是不會跟圍巾一樣你知道嗎 就是可能會渣你的皮膚 我們來戴一個 這一款的 所以你看我這邊照下來其實這邊都是 然後一直延伸到後面 就是我懷孕的時候長得蠻嚴重的 然後這個LV的口罩呢 它的弧度就是非常的合臉型 所以戴起來它是整個很包的 那可能有人覺得說布的口罩它的防衣效果沒那麼好 那是真的 我覺得是不是它很漂亮 可是就會變成說比較少戴它 因為懷孕呢 你會比較喘 容易心急 就會覺得 大家看 好像不能呼吸了 因為它的弧度做得太漂亮 真的超喘 這件洋裝我很喜歡很喜歡 大概五個月的時候有穿 這時候肚子大好多你看 然後它還是可以穿 超喜歡的 我手上拿這兩雙鞋是 如果我們是出去踏青的話 就是出去旅遊的話 我就會穿這一雙 那如果我們只是出去吃飯的話 我就會穿這雙鞋 這雙PRODA的涼鞋我蠻喜歡的 它是有點高度 太平的話 其實很難走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還不錯 走起來是很安全的那一種 我先跟你們講 為什麼 我喜歡這個草鞭包 因為它放了下我的相機 你看你們覺得它很小對不對 好 我把它打開 出去的時候有沒有 把我相機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我還有空位放其他的東西喔 因為這些都是我懷孕前買的嘛 然後它鬆緊帶是有這麼厚的 所以我之後 後期的時候就比較少穿 這個我覺得出去玩的時候 拍照很漂亮 這個其實我覺得 基本上它當然哪個包都好看 然後另外有一個很相似的版型 就是這一件 比較算是直的 就是它下面是不會散開的 建議說如果你在還原的時候買裙子 你千萬不要買那種 太貼你的腿的 你就可以買像 像這樣直的就已經是 我覺得是極限了 我覺得會穿起來身型也會比較好看 下一位小花羊就是這一件 這一件是我在Westin的時候 我穿的 這件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感覺可以正式 就是你可以穿去吃晚餐 但同時呢 如果你戴個草帽 它又可以變得很度假 不過要注意的是它方領這邊 很容易會把內衣露出來 所以穿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內衣的部分 這裙子就是可以度假 可以 可以 就是正式嘛 如果你覺得要去比較正式的場合 就是可以換成這樣子 好 放鬆到後面 然後戴個耳環 換個包包 我出去的時候比較常穿 蠻後期比較少穿 少穿這件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它不好穿 就是我剛說前一件 可能這邊會緊 它這個其實你看 它的彈性很大 所以其實 不會別 後期就是可能比較 水腫狀況 或者比較胖啦 或是肚子比較大啦 我就會覺得 好像整體的修飾 沒有那麼的好 所以這一件我後面也比較少穿 但是如果是 就是你知道身材很好的 媽媽們 這一件穿起來 其實我覺得很舒服 而且它也是那種絲質的 就是跟穿睡衣 沒兩樣 運氣最重要 其實是舒服啦 就是不要壓迫肚子啊 然後最好就是你整個都是 你覺得很清爽 這個洋裝 然後我覺得配個 撞色的包其實還不錯 這一件就是 在Prada上穿的這件洋裝 這件洋裝真的也很舒服 因為它完全就是 肚子很大的話 完全沒有一個地方是有壓迫的 但是為什麼就是我平常的時候比較少穿 是我剛剛說過就是 所有的短裙你都會變迷你裙 如果是在定點的吃飯的話 你不用走 然後我也是那時候看秀的時候 也是坐著看 所以其實你不太有什麼機會 或就是彎腰啊 或是怎麼樣的 很好看又好穿 真的很喜歡 可以配這個包 再來我還有三件短洋裝 它們大部分呢 已經變成我的超級迷你裙了 就是會曝光 所以我就直接用講的 那這一件也是 我有再去WESTING穿的 那時候這次我其實 我非常後期才買的 那我剛才有自己說過嘛 不要買短裙 因為它會變成迷你裙 但是我覺得它實在太好看了 所以我還是買了 就是發生悲劇了 它就變迷你裙 所以這根本不能穿出門 然後我們就在飯店裡面有拍照 但是拍的照片呢 就被我們否媚了 所以也沒有 不過沒關係 就是跟你們分享一下 它這個其實我穿的時候 其實它這邊完全是沒有 沒有憋的 然後它的胸部這一塊呢 它是用這樣收的 悲劇 明明就知道還要買 然後再來是這一件 這件衣服呢其實一直都可以穿啦 但是就是也是變得很短就是了 然後它背後是個大漏背 所以穿這一件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要花時間 get ready 你要去買就是new bra 你知道防護措施做好 然後再來是這一件穿的實在是太短了 我這個肚子撐起來我真的是快要曝光了 那這個是我在我們去宜蘭的時候有穿 蓬蓬公主秀我也很喜歡 這個也是就是穿的真的 腹部那邊完全沒有那種壓迫感 最後是這一件 這一件我也再去宜蘭穿 那那時候把這兩件衣服拿出來穿的原因是因為 我太喜歡這兩件衣服了 然後覺得說如果再不穿的話 可能運氣都沒有辦法再穿了 這件是我大概在之前去法國的時候買的 就大概2019 2020 然後一直到現在 我還是很喜歡它欸 因為我覺得 它的這個袖口很漂亮 超漂亮的 穿起來真的又像睡衣 又是睡衣 就是穿起來很舒服 然後這個真的是戴上草帽 就是非常非常度假的感覺 所以很喜歡這種 這個就是Urban Outfeeder 我在文革華的時候 我常常我真的在Urban Outfeeder 買了好多東西 他們很多這種裙子 我都很喜歡 那我們花裙的 就到這一段落 花裙其實蠻多的 那我在花裙的這一系列呢 等一下我坐下來好了 好 衣服需要坐著 我建議你在冬天穿的時候 你可以穿內大褲 那那個內大褲就是我 在穿帽T的時候 搭的那個內大褲其實就可以 那為什麼不建議穿襪子啊 或者是絲襪之類的 第一是我覺得 孕婦的保暖其實蠻重要的 就是肚子的保暖 那再來呢就是 我覺得那種褲子其實很舒服 那可能沒有像穿絲襪這麼好看 可是其實我推薦的比較是長裙嘛 因為短裙就會變迷你裙 你根本沒辦法穿出去 所以其實它很大部分都是都蓋掉了 大概只露出腳踝的部分 那你再穿一個鞋子其實就看不太到了 穿褲子其實是非常非常OK的 就有時候就要捨棄掉一些東西 畢竟肚子裡面的寶寶其實蠻重要的 就是保暖對它來說蠻重要的 然後也對你在運氣的穩定也很重要 這樣子 那但現在比較熱了 你就看自己情況囉 就沒什麼關係 好 裙子類的分享完畢 現在是我拍攝的第二天 第一天我有說我很常穿的一件黑色外套戴 我今天就穿來了 為什麼一定要分享這一件呢 這件Prada的風衣呢 對我來說是非常的物超俗 因為我穿它的次數真的是很幾乎每天吧 沒有懷孕的時候其實它這個很棒的是它有腰身 所以它是一個有腰身的風衣 不是有風衣的腰身 那它在其實沒有懷孕的時候 它的腰身其實很漂亮 然後你裡面其實可以做調整 就是如果你腰 腰細的話其實就是可以細得更緊這樣子 那我現在就是又把它放鬆 然後再來是它還有帽子 擋風遮雨 有時候如果知道下雨的時候 沒有帶雨傘或者是只下毛毛雨的話 你知道這個帽子就會很方便 而且其實我以為它穿起來很有型 然後可以配上一個容燈最常使用的包包 接下來這一件呢 我會比較把它貴類在拍照類 我覺得如果在國外穿的話 是可以穿出門的 但是如果是在台灣穿的話 我會覺得有點奇怪 你可以依照就是例如說 你的胸部 脹的時候 或者是你的肚子的大小 去調節你要綁多緊 所以全部都是可以 可以照你個人的需求這樣子 上來了 我去幫他開門 這件其實有在東方文化 那時候也有穿 然後baby shower也有穿 在運期最實用的一件白色衣服 因為我之前完全不會購買白色的衣服 這之後我覺得 我會想穿喔 來搭個草帽 白色系的包 我覺得這全白的洋裝 Trada的耳環 這貝殼耳環 就超漂亮的 買了一個澳洲的品牌 然後那時候是 生日的時候 為了生日的時候買的 因為我覺得 30歲的生日 然後邁向不同的身份 又是下一個階段的一個加成 那我覺得 很想好好進駐一下 我有點後悔 後悔的是我買太大了 我想說 那時候 因為懷孕已經七八個月 想說 買大一點 我就買XL 就 too large 最後了最後 我想來分享一下我的 泳裝 三十八周的肚子 就是我在West Dane 拍照的那一套 那我真的覺得 這套泳裝很漂亮 運前運後都可以穿 它的這個造型 然後 它顏色我也很喜歡 所以蠻推薦給 就是如果想買泳裝的 媽媽們去買 那對我來說 我喜歡外面造一個照衫 我覺得我會比較 comfortable 那我就看你 那順便也分享一下 三十八周的肚子 我也會 換這種照衫照在外面 這照衫就是 把全部東西都擋住了 但是我覺得它是一個 感覺非常好看的一個 度假小洋裝的小短裙的感覺 但因為這個 它做 它本來做的就是 你裡面穿比基尼 你在泳池 所以它做的本來就比較短 所以這個是 不能穿去別的地方的啦 是 是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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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